大家好 钟南山遭免职 免去了他中国专家组组长的职位 这个来的太快了 实际上江泰公没想到的 江泰公当时想象的这个钟南山应该是在这场疫情过后 然后把他卸磨杀驴 然后把他整治 然后把他当做一个背锅侠 没想到这个来的这么快 这才三月初就把他组长的职位给免了 那么江泰公的这个观众应该都知道 在自媒体圈里头 江泰公是最早出来反对钟南山的 也是最早说钟南山必招圣上的这个整治 他将会是一个背锅侠 而且我在这里头已经给大家说了 钟南山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祸国殃民 等于说江泰公在这个全部的自媒体圈里头 是对钟南山持一个符定态度 也就是敢于批判钟南山的一个吧 当然我批判钟南山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不解 或者是很多人说我说的这些话 都是不负责任的 都是胡说八道的 那么作为江泰公来说 毕竟是有一点社会阅历嘛 在官场上他们这样去弄 随最后会取得成绩 随最后是会被高级领导抛弃 那么江泰公还算是有一点判断力 要不然的话我也不敢在这 给大家在这说钟南山这样一个大人物了 那么钟南山被换下去以后 有种种的猜测 就是为什么把它去换下去啊 那么这里头呢 我们先把这个市面上流传的东西 给大家说一下 最后再说江泰公的一些判断 首先呢你看前一段时间 世卫组织出了就是说 在预防这个疫情的过程中 有四个事情你不能干 就是第一个不要吸烟 第二个不要喝这个中药汤剂 第三个不要戴多层口罩 第四个不要使用抗生素 这个里头等于说是他提的四项规范 那么这个呢 他一下捅了中共的马蜂窝 因为不服用中药 这个是跟习近平的思想是不同的 那么他很快把第二条去了 但是英语又隔了一天才去掉 别的语言都不知道去了没有 等于说闹了一个国际大笑话 那么我先给大家 把社交平台上传的这个文章 给大家读一下 这样的话大家心里头有一个 这个系统的看法 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平台上 对他是怎么说的 当然这个消息是中共放风出来的 他正式的文还没有下来 但是江太公认为在中国谣言 往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文章是这样的 3月11号周三晚上 中国社交平台突然传出消息 中国国家专家组组长在上月初 已经悄然换码 原组长钟南山遭免去组长一职 但仍然为专家组成员 国家卫健委体制改革司司长 梁万年取代其位置 改组后的专家组成员共59名 多名有中医背景的专家 成为新班底的骨干 有分析指出 钟南山被罢官 是跟他排斥中药抗疫 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未能配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中药抗疫的批示有关 在这个名单中 包括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黄露奇院士 中医药领域的张伯李院士 和来自北京中医院院长刘清泉等 都是以中医药界的业内翘楚 同时在中国社交平台上 网民还疯传了一篇题目为 新冠病毒专家组组长钟南山 悄然被免内幕回放 这个文章指出 钟南山把中医排斥在外 真是没有吸取非典的经验和教训 犯了北京当年犯过的同样错误 文章又称 作为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的钟南山 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湖北依然大量使用了 钟南山发明的 在非典时被证明是错误的抗生素 急速治疗新冠病毒 文中还指出 中医专家都呼吁 让中西医结合疗法进入主战场 这包括1月23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张伯里表示 防治新型冠状病毒 中医药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1月23日凌晨 非典时上书国务院的中医学教授 应光荣再次给领导人上了书 当然这篇文章登出来很快就被删了 在中国社交平台也有人指出 1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确立落实了中西医结合的战略 但一场西医跟中医的较量 也在此时展开 1月25日 一级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同一天 第一支中医国家队 即抵达武汉与金银团医院对接 这支中医国家队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的 20名医护人员组成 1月27日正式开始诊疗工作 不过中南山似乎在抵制中医团队 2月4日 中南山在恒大牵线下 与哈佛大学成立了科研公关小组 2月7日 中南山又说 并不指望中药有很强的抗病毒作用 至2月8日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出通知 调整新冠病毒专家组成员 新组长由国家健康委 提改斯司长梁万年担任 中南山院士被悄悄免去了组长职位 但仍然为专家组成员 但是我想这个文章能登出来 那么他肯定是政府放风的 就是他告诉大家 中南山现在已经不是大拿了 中南山的话以后大家不要听了 虽然现在没有在这个央视呀 等等这些大媒体上去宣传他 但是底下的这个放风 张太宇认为绝对是可信的 那么至此 中南山可以说成了中共的一个弃子 他很快将会成为被国家 这里头我们看啊 他首先是有两个这个上面指出来的 一个呢 就是我先开始说了 世卫组织有思想不让用 当然这里头的这些 他是支持不用中药的 但是他坚持使用抗生素 跟那个激素 当时治非典的时候 他大量使用这个抗生素跟激素啊 国际上都有并扣 等于说这个病号完了以后 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 当时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但是没有办法 他当时掌握了在这个医疗领域的话语权 那么这次呢 他还是这样的 他首先是抵制了中医 那么习近平你看啊 如果我的老观众 大家应该会记得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习近平曾经有一个讲话 就是要大力的发扬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作用吧 就是在全民保健中的作用 给中医也松绑了 就现在的这个中医啊 办执照呀 可是比以前容易 因为现在这个中医呢 好多都不是科班出身 它是一种师承下来的 那么以前中医在看病的时候 往往以这个非法行医把人家取缔 那么现在呢 在习近平的那个号召出来以后 当时我做了一期节目 那个里头我就讲的非常仔细 当然现在记不清了 就是给中医呀 有大大的松绑 那么这个就是 他跟咱们肾上的这个批示 有抵住 习近平等于说最早的时候 就有批示了中药抗疫 那么他在这里头产生了抵住情绪 而且国家很早 就向武汉精英团医院 派出了中医专家组 但是周南山就抵住他 而且明确说了 这个中药没有太大的作用 等于说就把人家给赌回去了吧 你想那帮老专家能同意吗 他们肯定会私下上书习近平的 然后他这个又使用这个抗生素跟激素 这个实际也是世卫组织不同意用的 因为中药那个嘛 我们还有待商榷吧 因为那个中国人习惯用这个中医治疗 但是老外可能不理解那个 他把那个排除在外 那个我觉得还值得商榷 但是用这个抗生素跟激素 这是国际上的通识 都是认为这个病不能拿这个去治 而且有现成的方案 在中国治疗的过程中 那么那个泰国跟那个日本 已经有这个现成的治疗方案 就是拿这个治疗二次病的药 跟这个治疗这个流感的药 结合起来使用 再加上一些别的辅助疗法 就治好了呀 包括我们那个 国家专家组的那个王广发嘛 什么 他到武汉以后得了这个病 回到北京用什么治好的呢 他还是用治疗二次病的药治好的 等于说方案是有 但是我不知道周南山 他是为了什么利益 他非要坚持他那套老办法 现在呢有人流传是这样的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新冠肺炎啊 是啥情况呢 就是说当年的SARS 是只伤肺 不伤免疫系统 二次病是只伤免疫系统 不伤肺 但是现在的这个新冠肺炎呢 是既伤免疫系统又伤肺 所以人们为什么用治疗二次病的药 跟治疗流感的药 两个结合起来就起作用了 这是现在人传导 江泰公主是转述 但是这个呢 好像有点道理 等于说这次这个病毒 不是仅仅那个SARS可比的 所以他这个老专家 84岁的一个老汉 不追求创新 还是那个抱着他的那个老一套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抵制这个中医 犯了这个 咱们肾上的一个忌讳吧 现在网传是这两个专业原因 把他拿下的 但是江泰公认为啊 这个是次要原因 因为咱们可以看啊 中国在治疗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 他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治疗方案 就是在那么宝贵的 这么两个月的时间内 做的临床实验 也是各方这个 都是找关系在那湖上 我曾经在一个节目里头说过 做了三百多种临床实验 真正的用于治疗的这种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科技方面的 有科技含量的药物 没有几个 好多都是呢 偏方了 啥了 就是在那 豆浆了 气功了 那不是在那冒怼呢吗 对不对 就是没有一个严谨的科学态度 好多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这个专业方面 随比随高多少 现在还不好说 包括那个钟南山 前一阵说那个 呃什么 就是治疗那个 瘧疾的那个药 说了几天 现在也没有动静了 那么到底是怎么弄 就治疗这个 我现在看 我就相信张文宏讲的 就是把各种可能的一些 有效的途径 结合在一起 来治疗他 目前 国内应该是没有特效药 人们最看好的瑞德系尾 钟南山市 拒绝人家做临床试验 就是这样 那么这是一个专业方面 那么我觉得 这个 是次要的 中国共产党 什么时候把老百姓的命 当做一回事 那么现在 我觉得他被免的这个 就是为将来让他当杯窝侠 做的准备 这是第一步 为什么一定要免他的 我觉得他 误导了肾上 误国误政 一辉说 什么几月份有拐点 一辉又说 这个病 马上要封城 马上又说 这个病要封城 停工 那么这都是他的建议 他作为专家组的组长 那么习近平 还是听了他的话的 他可能当时呢 也没有搞清楚 这个病 最终的这个 结果是啥 他就没有搞清楚 他就没有搞清楚 这个病是传染面很广 但是死亡率不是很高 我觉得他绝对是给咱们习近平啊 传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他认为这个病会传的很广 死亡率很高 然后习近平害怕了 然后才同意了他的这个封城方案 一封城一停产 这现在你看 1月23 2月23 今天都3月多少号了 这一下等于说是50多天过去 现在复工复产 遥遥无期 对中国的经济 那造成的打击 是无与不良 这个就是我说的 习近平听了他的话 然后来了个引刀自攻 引刀自攻完以后 现在人家一看 这么多国家都没有去停产 都在防疫 也是在做一些有限的隔离 但是没有停工呀 人家的经济还在正常运转 也把疫情控制的差不多 这个最打脸的是台湾呀 台湾弄得很好现在 可能现在是全世界 对防这个疫情 台湾是防的最好的 然后下来 我们曾经说的新加坡 会有大问题 结果新加坡现在也防住了 也没有停工停产 然后再看韩国也到了拐点 对不对 人家通过这几种办法 也到了拐点 你说习近平能不生气吗 能不拿他问罪吗 你把国家搞垮了 等于说 你这个错误的指导 你把肾上的一个大好江山 给搞垮了 能不找他出气吗 现在免去他 讲的是专业方面的东西 这个啊 大家可以去当做一个参考 那么中共一般都是这样的 能拿得上明面的 那都是不重要的 不能讲到桌面上的 才是最重要的 他等于说 让咱们习近平吃了个哑巴灰 能饶过你吗 对不对 所以 他后面的日子不会好过 当然大家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 那么我现在就是把他现在这个 彻职的这个稿件吧 他是网传的 尽管是疑似 但是我认为这肯定是真的 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钟南山了 说到这 我想起来了 前几天钟南山他发了一篇文 他说如果早封城五天 可能就能把这个感染率降低到 多少 多少分之一 这五分之一是三分之一 就是早封城五天 就基本上能把这个疫情控制在武汉境内 他就是这个意思 他突然讲那个话 江太公当时就觉得很有意味 他肯定是为自己歌功颂德呢 再给自己找台阶呢 找理由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封城没有错 只是你们执行太慢了 早封五天不就好了吗 我在一月十号就提出封城 结果你们拖到了一月二十三号 你看看 你们要早封五天 现在的疫情只是现在的三分之一 或者是几分之一 这不能怪我 他在关键时候又甩锅 你能让咱们当今圣上 能高兴吗 不找你算账 找谁算账的 再看看现在这个中医的这个情况 去了以后我不知道怎么样吧 反正这种病 我觉得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我还是相信科学吧 中医呢是一种经验 还是我的感觉是中医是一种经验 那么现在向西方研究的这种治疗办法 他是对阵这个病毒的这种基因序列等等这些 从这种根本上来去解决他 我觉得这种疫情 西医应该更靠谱 当然江太公不是一个中医的服定者 我不是全盘服定中医 但是我也没有把他说的那么神 因为江太公本身还是认识一个神医的 有机会江太公可以把这个神医的故事 给大家再讲一讲 那么有关这种疫情 我相信咱们还是应该更加相信这个 现代科学吧 好吧这期节目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